不行的人生被花費了一個小時 真真不得了耶 我理解為什麼它可以海放其他店家 這件你沒有吃到 你不要說你對心中很熟 珍珠奶茶鍋燒一片 第一次吃到 其實有點難想像它的味道耶 真的耶 真的真的愛的味道 有點奇妙 感覺你就是生餐跟甜點一次解決 它下面有些少羊油耶 可能大家會覺得很負擔 但是沒有 它其實有一個香味 有點像是麻油雞的感覺 我覺得這冬天來上一晚 真的是開啟你一個幸福的早晨耶 大家好 我是肉比頭 我是肉依 我是阿祥 我們這次的美食環道系列 就網友推薦在地美食 我們已經來到了第17站 就是我們的最後一站新庄餐的感覺 對 我們今天所在位置是在 新北新庄這邊 就是我們的第17站 我在山中長大 然後我其實是覺得 新中就是我們的好鄰居 我算是一個非常熟的地獄 我這次目前要清淡 我只有看過一間兩間 你知道嗎 我算是一個非常熟的地獄 其實新中目擊蠻踴躍的 而且第一名絕對不知道什麼 因為這次清淡我整理了 所以第一名他絕對不知道 是一個他很愛吃的食物 但是我很難想像 為什麼某一個地區 大家最推薦的竟然是這種 小零食 好 那我們出發今天的行程 好 1 2 3 好 我們現在到了第一間 就是我們非常奇怪的早餐 開啟我們新裝的一天 我們現在到了第一間 為什麼我說他奇怪呢 因為他營業時段 早上6點半到下午3點 所以等於說你早餐 午餐可以吃到 我覺得這家應該水潮好 因為我看到他有個手牌 最以此為限 好 那我們現在趕快去 不曉得現在還有沒有位置 走吧 我們現在上菜了 我發現他還滿特別的 他的羊肉其實不只是炒羊肉 他其實中間還有加一些沙茶 然後他還有辣椒跟大蔥 去做他的拌炒 然後有一些小薑絲 我覺得他羊肉用得滿好的是 我最討厭有些火鍋或是鐵板燒 全部都這種漏屑 然後這間店沒有 他是有滿多是羊肉片的 其實就有點像鐵板燒 然後湊成一碗飯這樣子 他其實味道就是很像什麼 就是空間在炒牛肉 或空間在炒羊肉那種味道 因為我不喜歡這種東西 所以我滿喜歡的 我覺得他自己本體的 炒的醬沒有到很鹹 所以他加沙茶其實還好 不會感覺很可怕 他下面也是炒羊油耶 可能大家會覺得很負擔 但是沒有 他其實有一個香味 也很像麻油雞的感覺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冬天 哇 這來上一碗 真的是開啟你一個幸福的早晨耶 然後這裡還很酷 有附九層塔耶 就是自己直接認家 會怎麼附九層塔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我今天是外地人 或是我是在地人 這個讓我天天當早餐 其實我也OK 可能我本來就是一個 可以接受雞肉飯當早餐的人 對 我早餐可能不行 我可能就早午餐直接打包了吧 太扯了 我第一次看到還沒開地 在排隊的肉園店 還以為在彰化呢 真的 我們現在不是回到北部了嗎 這間我們好像有吃過耶 真的嗎 我們兩個好像有一起吃過 我們有一次來這裡看球賽不是嗎 我有跟你們來這邊看球賽 我們有來這裡看過球賽 沒有 你記錯了 他又不是跟我 我確定是你晚上的時候傍晚 你是跟其他人 你是跟其他人 我們也可以來西方 我要成績了喔 腦羞 然後這間叫做阿淑肉園 這間是不是很多人推薦 這間滿多的 大家是這次數一數二多的 阿淑肉園他現在只能外帶 對 所以我們就只能外帶來吃 但他Google上面最多最多人推的 竟然是他試成湯 我是肉園排第一 有點好笑 然後它是兩顆肉園 我就很好奇說 它是做清蒸的 它應該是小顆的吧 喔 它很沉耶 哇 肉這很大塊 哇 大概紅燒獅子頭 一顆扣完的大小 如果你以說爸王來講 40塊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算是CP值比較高 欸 我不意外它會很紅耶 它的醬有一點點酸酸甜甜的 我覺得很好吃耶 它的醬是很加分的 但是它的皮喔 我覺得它在清蒸裡面也算好吃 它不會黏起 但是它就是有點介於那種 很Q的水餃加碗粿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有些時候 清蒸的好處是 它在日常生活也不會這麼膩 那麼可怕 我覺得它肉用的部位非常的好 因為它有一些地方是 有非常漂亮的纖維 所以表示我覺得它用的等級 應該是還滿不錯 就不是那種都全部都是肉屈 或者是比較偏肥 它對我來說 甚至吃起來是一個偏瘦肉的肉圓 它是不是加甜的醬 我覺得它的醬好像跟一般的 樂圓的味道不太一樣 它多了一點酸味 它還有偏酸 可是還滿提香的 肉圓我比較喜歡吃偏甜一點 可是以CP值來說我覺得算不錯 那接下來就是他們招牌的四神湯 它的四神湯的這個 我忘記這個中藥食材叫什麼 但是它這個味道很香 很濃 它湯整個喝起來也是給我一種 哇 好新鮮的感覺 長節素養沒有很多 但是可以感覺出來這間店很用心 它洗得很乾淨 然後裡面的肥熱也不會過多 就還滿均勻的 以湯來講的話它可以讓你吃很飽 然後那個四神也算滿多的 我覺得它四神湯比肉圓出色 它四神湯的味道更濃一點 我比較喜歡它會四神湯 這間我覺得CP值很高 而且我覺得它是那種 很符合在電的日常 那種天天吃都不是問題 但對於外地人來講 我覺得它也很值得吃 然後味道很好 但你說特別記憶點嗎 可能還好 但是我會覺得 它總體的平均值上面 都算是很不錯的水準 推薦 這間我推薦 我們現在到了下一間店 真的很扯 我現在又是在一個很奇怪的時間 不要說我們在中午附近的人來吃午餐嗎 可以理解 我現在才11點多 前面至少20個人 對 然後這間店叫做熊悅悅 對 這間評價差不多4點7 有人講什麼你知道嗎 7點10分喔 等到快10點才遲到 那我不行了 3個小時拉麵我不行了 晚餐變宵夜了 吃泡麵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 它到底有多厲害 我們現在已經上菜完畢了 然後我有看到 他們的Google Maps上面 有些照片看起來滿厲害的 它就華麗很多 但原因是因為 中午沒有買 對 中午沒有買 然後這間他們的店員都好年輕 而且他們態度都很好 他們超貼的是 還有提供髮圈 我們趕快吃吧 不然麵花還覺得不太好 它是還滿那種日式簡單的味道 它比較偏醬油底 對 然後它麵條也滿有嚼勁的 那紅紅的到底是什麼 應該是花椒包菜 屁雷的 多客人 大家不是拉包了嗎 嗯哼 但它肉控制得滿好的 就是很嫩耶 但是它比較不是那種 你去一些拉麵 可以看到那種很大一塊 巨五八叉燒的感覺 我覺得這間應該是個非常注重SOP的店 因為它們都在賣描述的 曉雷老師講 我可能真的吃不穿日式的拉麵 對我來說真的滿鹹的 我可以理解 現在的台灣拉麵都會有什麼正常啊 或者有一半鹽什麼之類的 對 可是因為我們通常第一次來說 我都會想吃看看他們 自己心目中的完美比例是這樣子的 哇 你現在很會下那個關鍵字 其實我覺得它配色很漂亮耶 還搭一些紫色 我覺得紫色是我比較少在日料看到的顏色 它上面這個其實應該是炸蒜頭跟紫色洋蔥啊 它這個超合我胃口的 因為它其實才有一些好像牛筋 而且它這碗很可怕的什麼你知道嗎 我剛剛湯匙挖那麼深 簡直就已經快挖掉一半了 才挖到飯耶 所以它這上層的厚度 這麼厚 全部都是肉耶 我剛剛那一口裡面完全沒有飯耶 完全就是肉跟菜 然後還有蛋液的感覺 超廣的 我剛剛看它上面烤 它好像先抹了一些美來滋 然後再加上那個火的炙燒 噴香炙燒 它真的吃起來就是牛肉 然後牛的香味很香 然後還有那個牛油的味道 它有一些牛QQ的感覺 就很像牛筋的地方 就不會全部都是肉很乾 或是都是脂肪 這也是我很喜歡的 這一碗吃下去會有點鍋巴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有點嚼的那種香味在 味道很特別 不過真的像你講的 它的這個牛啊 它有些地方有點淡青 會比較硬一點 不過因為它的筋是很小 所以還可以吞 不然有些老人家 像我媽一種 它可能就咬不掉了 它可能直接用吞的 我覺得拉麵店 通常可以吃到飯跟麵 是真的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我覺得他們在這裡點蠻細心的 就是這是一間 都可以讓你完全滿足的拉麵店 我們現在要去尋找一個東西叫做 輔大石科系雙麒麟 有人說是輔大傳說中的三大美食之一喔 然後我們現在12點多 我們來去看一下 現在外面我們是剛停車的時候很誇張 是周圍全部都是一堆學生 好青春喔 我都覺得自己變年輕了 我還沒來過輔大 隨便去看一下好了 我要搬到學校附近 大亂吃冰淇淋 怎麼開心的感覺 我總覺得自己很像在清淨你知道嗎 這是你愛的世界是不是 世界和平 沒錯 胸部冰淇淋可以讓世界和平 你幹嘛不笑啊 我不能笑 為什麼 這陷阱體啊 還滿有趣的 這個假設不是大家推薦 我是這輩子可能不會來吃 它的點真的是太不易發現了 可是我覺得它非常的便宜耶 這樣35塊很便宜 香草我先講好了 我覺得它真的是偏甜耶 但是濃度我覺得還不錯 它表現還不錯 巧克力其實還不錯啊 我比較喜歡香草 因為我覺得巧克力太甜了 沒有 我想像中甜 跟你們這樣講 我原本以為很甜 我覺得還好 他就是一個吃冰淇淋 可以平天下的人耶 如果你今天是個君王 你覺得你會不會有個冰淇淋日 不會 我自己吃就好了 好緊喔 哇 看來這個豹豬 不過他們剛吃完以後啊 他們不會有那種 吃太多甜很膩的感覺 有些冰淇淋吃太久 你會覺得它很膩 絕對不是因為我怕得罪輔的學生 但我覺得學校有這種 自己科系出來做的食物 覺得滿可愛的 以前你們學校有嗎 沒有 很多學校都說在吃粉吧 真的 絕大多數的學校 學生餐廳的評價都不會多好 對啊 譬如說 美食器就叫做盆結啊 什麼之類的 真的假的 所以他們這外號已經很厲害了 但我覺得 假設我自己是這個學校的人 然後我做的東西 可以被拿出來販賣 我覺得滿開心的 而且我覺得他們很有趣 是他們會搞一些活動 某一日限定 是紹興限定的口味 他們今天吃到是最100的 只有巧克力跟香腸 我們現在這一趴 進入今天本日新中的重點 它是一個 海放其他店家的一個票數 我那時候看到大家就留言給我說 新裝QQ彈 QQ彈不用說 QQ彈必吃 大家就留這種瀟灑的話 懶得跟我爭論 唯一一正解 甚至考慮說 拜託不要明天沒開 拜託不要明天沒開 如果他沒開我真的考慮可能 我就在行方度一天 我就隔個一天在拍 現在是一個3點半的 奇怪的時間 不是下午才 不是中午 不是晚餐 我抽了號碼牌 結果我還要等差不多15位 對 剛才有個人會要超越多魚 一直衝過去 然後就自己倒車了 而且他還連車子都不肯先放好 只是怕我先找他抽 同學我也是買一袋而已 你不要急 所以我就要來吃吃看 地瓜球到底可以有什麼差別 來 跟我說還是我去跟地瓜球訂100顆 自己形成一個產業 有點像那個嘉義的那個黃的爛 黃的爛 你幾號 50號 這邊一顆蒜泥 蒜泥一塊就好了 你40塊 我30塊 水給你 五分錢來買嗎 我只要多一塊這樣 我講得好有利喔 感覺好像今天很豐富 有在賣喔 我已經有非常多小時了 因為我們現在幾乎已經等了一個小時 而且我們是在一個很奇怪的時間 你知道嗎 覺得想說酒好多 我們原本之前還要10顆 我現在要直接加好 30顆 還有30顆 那你會更精進的小賣紅的 先走 會被抓 很笑的 為了抓這一塊 你會被抓得好 中心的人生被花費了一個小時耶 真的是超級久的 很誇張 其實外表就是跟一般的地瓜球 沒甚麼年一樣啊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大家會願意等這樣子 它不是那種特別硬或是特別皮厚的 然後它吃下去真的有味道感覺特別甜 但是它攪一攪都滿Q的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吃的地瓜球 我覺得中上就是還不錯地瓜 可是你要說真的穿看特色嗎 沒有 一個小時的地瓜球是我會怕吃的 對 但是它的大小滿剛好 不會太小也不會太大 就剛好你是可以一口塞進去極限的大小 是好吃的 可是我不願意等那麼久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能是剛好遇到一波 它一波一波的 應該說很多地瓜球的 它們是一次壓很多顆 可是我剛發現老闆是一顆一顆壓的 超真的 你有聽到那些聲音嗎 我聽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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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它的皮很均勻 然後非常的薄 重點是它的芝麻好香喔 它那個炸過的蓬鬆感 然後還有那芝麻炸過的香味 這真的不得了耶 我都要哭了 各位同學 我跟你講 大家應該是衝著這個芝麻球來 才是正確的 所以你現在把你覺得芝麻球 吃白泰掃了嗎 我覺得芝麻球超厲害 超好吃的 味道也會香到我講 滿香的 它甚至有點花生芝麻湯的 它會吃到讓我有點感動 就會覺得我們是不是相見泰灣了 我覺得應該有秘秘燈 哇 萬一給那麼高評價啊 吃真的超好吃 老實講 這可能是我吃到環島 聽到我已經講最誇張的評語 我真的覺得它很誇張 就是我理解為什麼它可以海放其他店家 這間你沒有吃到 不要說你對芝麻很熟 1595倒覺得就是中上 我給它一個很棒的評語 但是這個倒是極度驚豔 好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到了這間可是精彩的 今天怎麼心中我們尖尖都要排隊的耶 超誇張的 它叫做中醬蔥酥餅 我以為就是豆漿店的假餅 結果沒想到一間蔥抓餅 這間很多人說新裝必吃的美食之一 然後非常多人誇獎他們的餡料 然後CP值很高 拿蔬菜很多 然後我們現在來的時間是幾點 是下午15點半 那還是一樣 下午15點半 我沒辦法想像它下班時間多可怕 好 走吧 它的味道是真的很香 一聞出來的味道是誰你知道嗎 九層塔吧 九層塔 它就是有拉丁的味道 一種餅餅多種享受 是湯還辣 好湯 完全不辣 我覺得吃起來真的就像是蔥抓餅加上沒有蚵仔的蚵仔 真的就是這樣 我覺得有點小小的偏鹹 但是我覺得它當下午茶吃起來是真的很爽耶 它的餅你拍得很爽 因為我剛才看老闆娘他們在拍的時候 他們拍得很認真 它真的每個都拍到非常的爽味吃 我覺得它比起一般的蔥抓餅更厚實一點 可是我覺得它比較可惜的是 它的醬啊有點太不均勻 它有些地方會太鹹 有些地方又變得沒什麼醬的味道 整體來說還OK這樣子 我覺得我滿推薦的 它現在一個50塊 然後它也可以加起司 因為老實講這間沒有到排到很久 大概排六七個人 然後可能要排十幾分鐘 可接受 對 它人很多 但是他們的速度真的是超快的 排一個小時的話就真的太多了 假設說特殊性 你今天來新莊旅遊 我覺得好像也可以來吃一下 因為我覺得滿特殊的 它是一個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蔥抓餅 所以你愛吃的人就來 那我們現在來到一家 是我們自己找的店 珍珠奶茶鍋燒一片 有點奇妙 而且它評價超誇張的 它的餐點滿特殊的 所以我想要來吃看看 不過它有 它有喜悟過評論的 所以我就是比較危險的 上菜了 我們的珍珠鍋燒一片 第一次吃到 其實有點難想像它的味道 這兩個都是肉依喜歡吃的 混在一起 最後已經會變成這樣子 這也是我想問的 它這一碗是130 價格有點小貴 但是它有海鮮 有起司 有珍珠 有蛋 有點小緊張 我先喝一口它的湯桶好了 它會是珍奶的味道嗎 真的 真的是珍奶的味道 我覺得可以 但是它其實是有點偏鹹 然後有牛奶的味道 所以你就加珍珠 好像也可以接受 它是滿好吃的 妳覺得味道好嗎 很特殊嗎 有點奇妙 我還是會希望 我可以跟別人一起來 然後我就有甜的 有鹹的都可以吃 不然如果我覺得它當正餐 好像還是需要一下子來適應 但我覺得好吃 滿特別的 其實老師講 我自己覺得 它不全然是珍珠奶的它味道 它有各種 不會形容耶 比較像是我喝的 傳統的珍珠奶茶味道 不是現在那種 比較新的那種飲料店 珍珠奶茶味道 我覺得滿棒的 感覺你就是 剩餐跟甜點一次解決 真的 很特別啦 剩餐像肉餃 但是也處理的滿好的 真的 誇不誇雜 滿多的 這碗應該是比較正常的 火燒一片類型 但是它湯桶上面 就很明顯差很多 就是它的隔離味 真的還滿濃的 就海鮮的味道 然後它的耳力其實 服的都算還滿新鮮的 兩個味道是滿好吃的 湯的味道也很夠耶 很鮮甜 可是價格真的越高 我覺得老闆滿厲害的 他的那個半熟蛋掌握得 很不錯 然後感覺也就是 那個熟度滿好吃的 這兩個穿插吃真的還滿搭的 很值得當一配的那個 餐點選項 如果讓我只選一個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來挑戰看看珍珠奶 我也是耶 因為對我來說比較特別 有道理的時間 那現在跟大家總結 我們這次在新裝 就是我們本次換到的最好也在我們的心得 對 我們來票選我們心目中的 Hopper 1 你是馬球 我不知道你應該會選哪一個 我可憐是選這個 我不得不說這次新裝有滿多 我覺得有點特別 可是我覺得好像沒有任何一個 讓我覺得超級厲害的 對 我也覺得這次新裝比較偏 就是在地人會很願意很常吃的那種類型 但是對我們外地人去 可能就是少了一些經驗感 但是不得不說新裝也真的很可惜是 其實有滿多在名列前茅的店家 我們這次沒有拍到 所以謝謝小肉粽就是 又讓我重新認識的新裝 真的也有點汗顏 因為自認為對新裝很熟 但是熟不知間 那東西全部沒有一樣 是有吃過的 對 好 那這次的環島旅程 你有什麼想法嗎 這次真的行程其實還滿累的 就是我們當天早上要先發文 然後發文文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拍 我們現在所在縣市的東西 那我們拍完了一整天之後呢 又要趕快找地方住 對 然後回去再整理名單 對 又要整理名單 然後又要收集大家的 就是斗內的店家 然後隔天的一早呢 又開始再發下一個地點的文 所以其實我們整個流程 是這樣玩的滿滿的兩週多 可是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你天天吃美食 是真的覺得好爽好勝負 就幾乎真的是沒有什麼台雷 也是覺得說 我最喜歡的就是 文化上面的充製 比如說就是苗栗人 就是早餐竟然是可以接受 吃水晶餃這種東西 我就快速跟大家講說 我們這次拍攝 最讓我難忘了幾個食物 那大家可以去follow那一集 因為這些真的是 我絕對會願意再度回訪的食物 不是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還會覺得 欸我現在好想吃喔 或是我下次會想帶我家人去 台中我會很懷念的 就是中村烤鴨 然後雲林呢 我覺得非常推薦你夠了 一定要去吃章魚嘴 章魚嘴真的是好好吃喔 我跟你講我冷凍包 我下次都定了 然後再來就是台南肉桂 好好吃早餐這種東西 我真的沒看過 但很對我的胃口 然後台東就是孟晚舟 它也就是像我們桃園 非常那個神秘的宵夜餐車 真的是讓我難忘的食物 好好吃小菜無雷 然後它的周轉是宵夜就是幸福 基隆的五層豬腸湯 我現在每次吃豬腸 或者是大燈米酸 我就會想到它 再來就是宜蘭的炸掛包 那個是我們沒有在影片裡的 因為可是我們有出shorts 他講的是那個清溝夜市 那一集我們有收集了幾個 就是大家推薦必吃的 然後還有桃園的宵夜餐車 我覺得這些是 我本餐環島之中 我真的想到就會 分泌脫衣的店家 所以其實真的對於 我們這些外地人來講 很多人都說 我們在店才不吃這種東西 但對我們外地人來講 我真的會很喜歡那種特殊性的食物 或者是不容易吃到的東西 我們的行程就分享到這樣子 對 大家真的 我剛剛前面推薦的店家 可以回去看那一集的影片 真的好吃 這次的美食環島系列 也感謝每位小多重的 經典餐廳豆妹 沒有大家推薦的話 其實我發覺 以往我們自己找跟大家推薦 其實會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因為我們會直接去看 評價好的就直接去吃 可是有些時候 這ID的特色 不一定是從皮膠看來出來的 就謝謝大家 那我也期待就是 未來我們有沒有機會 再追蹤這次的系列 或者是很多人說 欸 那怎麼來 我們桃園 來我們台南 沒有來這個區呢 那我們有機會就是 可以再多走的細一點 走深一點再分享給大家 謝謝你們 那這次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也謝謝大家 DNA 清單給我們 那我們下一次環島或是美食旅遊 見囉 掰掰 恩 真的很好吃 是完全我的菜耶 裡面的麵衣有清楚的吸收了 它肉的湯汁 我可以一週吃五次 第一次看到都市這麼多的牛耶 哇 而且這裡的牛都你人耶 喵喵 我怎麼覺得它在幫我白眼 好大聲喔 肉他超帥耶